各位同道 今天我们是看礼拜四的双数年的福音 主要的耶稣基督在《玛窦福音》里面 借着《玛窦福音》的记载 告诉我们说天国就好像一个渔夫 到海里面去撒网捕鱼 那把好的就捡进来 坏的就捡进来 就不要 那如果在座各位同道 你们有这种钓鱼的经验 那你们就可以发觉 那你钓什么样的东西上来的时候 你会要或者不要呢 你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做选择呢 那平常我们做钓鱼的时候 我自己也曾经钓过鱼 也特别是有时候我去做海钓 海钓的时候 那你这个钓绳放下去了以后 后来很快鱼就会上钩 那这样第一个 你有没有环保观念 太小的鱼要不要 太大的鱼也钓不起来啊 对不对 所以你要钓什么样的 所以你有一个选择 而耶稣基督今天在这边说 那个天国就好像一个渔夫去撒网 他把那个他要选进到天国里面的 他借着的网去把它选进来 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自己变成网中之鱼呢 被天主所选择呢 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问题 所以你越来越符合天主的要求 你的行为 你的思想 你的一切的作为 你都跟天主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变成天主所钟爱的人 当你成为天主钟爱的人的时候 你想他会不会选你呢 我来讲我当老师 我平常选什么样的学生做我的助理呢 我平常选什么样的人跟我 我让他可以跟着我去一起念书去学习呢 当然我不会去选那个天天跟我反对的人呢 天天跟我唱反调的人呢 那他会做什么呢 他就很清楚我就会 那个我教导 然后他都会听的 然后呢我要求的他都会做到的 这个时候我就发觉 他是一个可塑之菜 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自己啊 在天主眼中啊 成为一个可塑之菜 我们每个都要去想这样的问题 对今天我们这样的行为 是不是符合天主的需求 是不是一个可塑之菜 还只是一个 一个没有办法雕刻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我自己也是觉得 神修啊 不是说是你成熟了 你才能够跟天主接触 过去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 所以你自己要把你自己 弄得很好很好 各位如果靠人的条件的话 怎么样也不可能更好 完全好 只有天主所中意的 所以天主可以把一个锈铁啊 磨成一个不锈钢 然后变成最好的器皿 所以这个器皿 不要说你自己想要成为什么器皿 你就可以成为 那就不是天主了 那你等于信仰你自己 所以我们相信天主的理由 就是因为 我们承认我们人的有限 那借助天主大胆的手 改变我们的困难 改变我们的痛苦 改变我们生活的一些困境 让我们能够在诚心 诚意的满心悦 诚服的接受天主的旨意 祝福各位 谢谢大家